兄弟们开饭了,给你的领导带上一份大叔手毛饼。 吃完这份手毛饼,选择目的时间都有点紧,这里是印度街边著名小吃,大叔手毛饼全程没有科技,只有狠活。 掀开桌布,从中取出提前发酵的面团,双手捏在手中旋转,给面团增加手汗咸香,顺便捏出少许指尖纹理。 王可秀钢锅中,滋上一泡色拉油,再用右手来回抹一边锅面,锅面赠予手掌干净,而手掌则回汇方便过后的咸香。 接着老叔将面团按压至台面均匀按压,面对如此场景,旁边大叔只能点燃一根烟,背对小滩视而不见。 老叔也是背对人群,将面团在双臂之间来回甩动,手毛饼的特色就是每一块面皮需要充分接触手毛方程最佳风味。 想要在印度美食中占有一席之地,老叔必须加入不为人知的特色,来牢牢锁住新老顾客的味蕾。 虽然印度美食在卫生方面略有不足,但其采用的食材毕竟是天然的,你领导吃完后就能得到一具健康的遗体。 不好意思,应该是身体,但不管是身体还是遗体,隔天都会变成尸体。 在不断地摔的揉搓过程中,面皮吸收了大量微分子营养元素,最终老叔将面饼平铺在台面上。 用右手沾一下横河水,再掏出约将按在面皮表面,我问老叔直接用手吗? 老叔回答道,我不能用搅拌,接着将约将均匀涂抹,每一个视角盲区都不曾放过。 以免横河军群不能很好地封印在其中。 抓上一些黑白芝麻,均匀撒在面皮上,煞时间手毛饼透露出黄里透黑的诱人色泽,旁边穿西装的大哥都不免被吸引。 若非局部难认,他家的饼每次都想试试,只见老叔掀起大饼的一脚,双手一抬,整张面皮便被提了起来,直接扔进大锅中。 大锅中瞬间倒出大量墨子,已然呈现七家十三口吃的模样。 用棍子给饼翻个面,来回晃动在锅中旋转跳跃,随即挑出手毛饼即可出锅。 虽然大叔手毛特深,但做生意诚恳认真,老婆饼里没老婆,手毛饼中却有手毛。 不论卖相如何,避免引起食品安全事故,劝军跑路。